苏菲胜太了解皇上了 甚至可以通过皇上的眼神和表情 了解他的想法 眼下皇上直勾勾地看着夜兰衣 苏菲胜面清楚 这后宫又要来新人了 剧中无数细节都在展示 苏菲胜这个优秀打工人的职业素养 他不仅发现了皇上的心意 还立刻问了段公公有关夜兰衣的情况 事虽小但非常关键 皇上事后一定会问苏菲胜 骑马女子的信息 若苏菲胜说 哎呦我不知道啊 您等我给您问问去 可能不犯太大毛病 但会一定程度让皇上不耐烦 久而久之 皇上也不想用苏菲胜了 可事实上 苏菲胜总在不断地收集情报 每次皇上有事询问时 他都能应对得当 这让皇上用他用得多顺心呀 苏菲胜大事不错过 小事不含糊 想领导所想 总能先领导一步 今天的一件小事 就能看出苏菲胜在工作时的态度了 怪不得人间能成为首领太监呢 就是会比一般人更下功夫 没多久 封叶兰一位答案的旨意就传来了 估计苏菲胜伺候皇上几十年 像叶兰一这样不在意皇上旨意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得紧赶着去伺候皇上 苏公公 我知道您怕马 您放心 这马性子虽野 可有小主在 它是断然不会伤您的 原来苏公公怕马呀 怪不得之前 皇上看叶兰一信马时 苏公公不敢上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